马太福音27章54节 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 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 就极其害怕 说这真是神的儿子了 那些定耶稣十字架的百夫长 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 竟然发出这样的见证 这真是上帝的儿子 在路加福音还补充说 这真是个义人 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想必他们会想起 主过去所行的神迹奇事 就不仅说这真是上帝的儿子 根据初代教会的传说 这位百夫长的名字是朗基努斯 原本是本丢比拉多手下 德里的百夫长 患了严重的眼疾 他负责确定耶稣 是否已经因刑刑而死 当长毛戳斥耶稣的侧服时 血水沿着长毛流到他的手上 然后他用沾血的手 磨向自己的眼睛 他的眼睛立刻痊愈了 而且 有了医治眼疾的能力 他惊叹说 这个人真是上帝的儿子 耶稣死后的种种异乡 使他离开军队 归异了基督 在使徒的教导下 成为一位修士 往后的三十八年里 他在卡帕多西亚和盖撒利亚 传教最后自然逝世 虽然那天在十字架底下 有许多兵丁祭司文士 但是唯独这位白夫长 蒙受主的怜悯而信主 因为他拥有一颗柔软的心 顺服的灵 亲爱的朋友 主的救恩 是为那些愿意谦卑 相信接受的人所预备的 你也愿意信靠这位 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吗